有一个男人失业了,他无精打采地坐在路边,显得很无助,一个善良的女人走近他,关切地问道,先生,您看起来很不开心,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?他温和地看着他,伸出手轻轻拍着他的肩膀,希望能给予他一些安慰。 失业男说,我失业了,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工作了,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失业男低头叹了一口气,看起来很沮丧。 善良女看了看,失业男不像是坏人,于是说道,不如让我请您喝一杯热咖啡吧,可以让您稍稍放松一下。 失业男答应了,于是跟着善良女一起去咖啡厅。善良女带着失业男来到附近的一家咖啡厅,他温和地邀请他坐下,然后为他点了一杯热咖啡。 失业男被眼前女孩温柔地对待,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失业的男人,配不上女孩这么温柔地对待,心里满是羞愧,头渐渐地低了下来。 善良女看着失业男低垂的头,心中满是同情。 她伸出双手,将双手放在失业男的手背上,轻声说道,请不要这么自责。 失去工作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,但你并不孤单。 我会陪在你身边,直到你重拾信心。 失业男惊讶地问,陪,陪在我身边。 善良女微笑地说,是的,我看你不像是个坏人,我想帮你渡过难关。 失业男对眼前的女孩感到非常不可思议,她心想,天底下哪有这么善良的女孩。 善良女握着失业男的手,很有诚意地问道,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? 失业男既羞愧又鼓起勇气,低着头说道,我因为失业而缴不出房租,被房东赶出来,现在摸房子住,流落在街头。 失业男在女孩的面前说出了自己的困境,羞愧地抬不起头来。 善良女听到失业男的困境,一时不知道怎么帮助她。 她考虑了许久,下定决心说,不如让我先请你暂时住在我家,直到你找到新的工作和居所。 失业男惊讶地问,真,真的吗? 善良女微笑着说,那当然,我相信你一定能重拾自信,重新振作起来。 只要你愿意努力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 失业男感动地说,谢谢你,我会赶快找到工作,不会成为你的负担。 善良女听到失业男的感激之语,脸上浮现出欣慰的笑容。 她温柔地拍了拍她的手背说,不用客气,我很高兴能帮助到你。 我的家很欢迎你暂时住进来,直到你找到新的工作和居所。